土耳其地震后多国救援队伍 陆续赶赴灾区协助救灾 我国第二批搜救小组 也已经在昨晚搭飞机赶赴当地参与救灾 而这第二批的搜救队伍中 还包括了来自消防及拯救队的 两只K9搜救犬Danti和Frankie 这两只搜救犬曾经参与过 巴东加里土崩的搜救行动 他们将在地震灾区展开14天的搜救任务 消整局特别策略救援行动队伍指挥官 伊斯曼·阿杜甘尼说 Danti和Frankie具备在灾区寻找生还者 和罹难者的专业能力 对现场的搜救工作有很大帮助 为数50人的我国第二批搜救小组 昨晚出发到土耳其 他们当中20人来自特别天灾 援助与拯救队 30人来自消整局 另外20人则来自民防部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